羅佩穎女士的告別式我們則其余在8月15號 在第一殯儀館的安順廳就是舉辦 那我們時間來講的話是10點40舉行佳祭 那11點對外正式攻擊 宣布一下那個家族的意思 那麼我們整個告別式的這個後世 我們完全遵照家屬的一個意思 那麼我們也必須講 因為羅美美的媽媽已經高齡94歲了 那麼人生致痛啊人間致痛 就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所以呢在後世的安排上面呢 我們是完全尊重家屬 羅媽媽的意思呢是希望在8月15號 那麼最後安葬在哪裡呢 會放在桃園跟羅妹妹的爸爸放在一起 羅妹妹從爸爸過世之後 這些年經常在做噩夢 那她的噩夢都只有一種模式 就是夢中一直喊爸爸 然後喊爸爸對不起這樣子對 所以也許在那個年代的女孩子 經常要為了完成父母的心願 一定要披上白紗 然後感覺給父母一個膠帶 那麼但羅妹妹沒有選擇這樣子的路 她選擇了跟隨自己 但是的確在傳統的壓力底下 她是有她也是會有很大很深層的壓力在裡面 所以我們明天把她的名單辦完 然後我們就是15號追思告別人事 就到一個段落 不忍心啊 不忍心 因為畢竟是白髮人送人黑髮人 你知道一個七十幾歲的人在裡面 要拷海 拷好 哀好大哭那種感覺 你們就知道 我有多善心有多痛心啊 她真的是一個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好的一個女人 真的 不管是製作單位還是演藝人 大家合作一點 羅妹今天的時間我感慨很多 你知道一個七十幾歲的人在裡面 在裡面拷海 拷好 哀好大哭那種感覺 你們就知道 我有多善心有多痛心啊 她真的是一個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好的一個女人 真的 但是 大家都搞錯一件事情 她不是59歲 她的七歲是60歲 60歲加我們台灣中文來講是一甲子 她這一甲子內也活得很精采了 路面一路好走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真的好傷心 好傷心 那有什麼跟羅姐以前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蛤 有什麼跟羅姐以前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深刻當然 我沒深刻 我去上海家 都住在家裡 怎麼不深刻 但是她對我這個土包子 十幾年內去上海 第一件事情 請我去吃上海菜 這個女人真是的 我們兩個吃 她叫八個菜 她說 你來這裡要花了吧 八個 好 我來不去找你 我來不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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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看